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的灵修已经到了猎王纪上第四章了 那么第四章呢 我们分成两次来一起读经思考灵修 今天呢我们要从第一节到第二十八节 那么这段蛮长的经文呢 其实也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一到第十九节 让我们先来看几节经文 所罗门王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他的臣子记在下面 好简单的 这个就是一到十九节的上半部分 那边讲到所罗门王的臣子 下面就记载了好多人民啊 各担任什么角色等等 这些人呢 是所罗门王在中央 在他周围啊 也就是中央的很多重要的臣子的记录 那各个角色都安排得非常妥当了 然后呢 从第七节开始 这里又记载了 所罗门王在另外一个层面的布局 我们来看第七节 所罗门王在以色列全地立了十二个官吏 使他们供应王和王家的食物 每年个人供应一月 好了 那这里读一节也就可以成为代表性了 第二大类的这个分工啊 是所罗门王在各地 下面呢就列出了十二个地方官的名字 他们在各地 那他们在各地做什么呢 这里记下来他主要的任务就是十二个地方官 十二个地区 每一个地区一年分到一个月 要供应王的所需 这个所需不少哦 后面的经文会给我们看见的啊 不过呢 十二个地方官嘛 一个人分到一个月了 所以呢 他们还是可以应付欲儒 好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什么呢 这就是所罗门王的治国 他的治国分成中央和地方 那么他的治国不论是中央和地方 都有人才 对吗 重要的官职是谁负责的 地方上呢 哪一个区域是谁负责的 都有名有姓的 意思就是 按着才干 来担任职份 那当然呢 前面的经文不是说 所罗门王向主求智慧吗 他求智慧 不是要增加自己的IQ 他求智慧 其实就是求智慧来治国啊 神的国真是需要 从神来的智慧来治理 于是神给他智慧了 那么这个智慧 也落实在所罗门的领导之中 地方也好 中央也好 都有人才 选拔人才 是所罗门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迹 在他的一生里面 因才施教 因才任用 真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一段大的灵修段落呢 讲完了中央和地方的人才之后 就讲另外一个主题了 让我们来看后面的经文 那就是第二十节开始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 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 都吃喝快乐 好 我们也就读一节来做代表了 二十节呢 就不是讲所罗门王 在治理国家的人才 是讲到百姓了 哇百姓很多 如同海边的沙这么多 意思就是国力非常强了 不只是人口多 而且他们吃喝快乐 意思就是 他们的生活都有供应了 啊 一个国家 官员有人才 地方百姓能够快乐过日子 这个国家不强也很难了 所以所罗门王 他治国有方 在领袖的人才培养上 和在百姓的生活供应上 他都做得非常的称职 那后面的经文 也给我们看见 这样子的治理呢 也是需要付出挺大的代价的 什么代价呢 我们来看经文 这里就记载了 哇 所罗门每天所需也不少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组织这么大 那这个组织要开放 意思就是需要供应的 不过就算这么大的开支 他都能够应付欲卢 这就是治国有方的表现 那这给我们看见 所罗门王接续了大魏王朝 当然了 他父亲大魏 为这个大魏王朝打下了根基 所罗门王就建筑在这个根基之上 那是完全不能比的了 大魏自己还要经历蛮长一段时间 逃亡 逃亡 扫罗王的追杀 之后呢 又有儿子篡位等等的苦难 不过 所罗门王却是建造在他父亲大魏的根基上 的确 国家有一个前辈的这个开路先锋啊 后面的人就容易做了 但是就算容易做 所罗门王也是依靠主的 从救恩历史来看 教会就好像是神在地上的国度一样 神在地上的国度也是一样 需要人才的参与 需要百姓的同心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地上的国度可以如此 那我们也用这样的心情一同来在神的国度中一起敬忠 愿神祝福你 练恩 谢谢大家 良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